24岁的男生对于我来说 还是稍显年轻了一点 其实我长得比较老 14号 不好意思 平感决举的 你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长得那么苦菜脸吗 也不是 我觉得他算一个 特别听话的孩子 是的 我朋友就是说 我就代表我们天津的特色 因为我的脸是包子脸 狗不离包子 我张霄一宅男 看上去略轻浮 人也比较好色 好色不是错 关键是看你管都管不住自己 我管住自己 一代生就是三年 但是人宅久了 就会比较猥琐 平时爱和朋友 开一些调动性的玩笑 美女 什么人生 大家说我的外号是人形雷达 只要在一百米之中 哪里有美女 只要我闻一闻秀一秀 就能准确地给她定位 这不是宅久了 召集圈太小了吗 想结婚没对象啊 相亲友不靠谱啊 有木有啊 叠巴探中的是家庭背景 有木有 学历条件有木有 连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见 有木有 我刚探中的是演员 所以来到了《非诚勿扰》 男嘉宾是根据什么得出来 宅男就一定特别猥琐呢 哦 不是我得出来的 因为我宅久了 他们就说 哎 你怎么最近越来越猥琐了 有一阵我听一个说法啊 就是戴眼镜的男人 特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说我吗 你懂得 你说我们戴眼镜的 更像一些斯文败类吗 哎呀 你看她那些词 猥琐 清晰 靠色 斯文败类 你是在这儿做死来的你是 不管外面雨大天有多么黑 再苦的日子它都会有滋味 相信我 相信我亲爱的 不管秋风瑟瑟 荒草成贵 我美了 美了 美了 我追了 追了 追了 谢谢你这一辈子 能把我作陪 我美了 美了 美了 我追了 追了 追了 你是我这一辈子 最美的玫瑰 我美了 美了 美了 我追了 追了 追了 今夜你也算预备干杯 我美了 谢谢